警方獲報 前往旅館機查 走進客房內發現不得了 根本就是小型的軍火庫 先上槍 先上槍 房間內藏了滿滿武器 就怕一不小心查牆走火 讓事態變得更加嚴重 警方立刻掏槍 鶴令男子趴下 將他上後逮捕 發現警方獲報 十一號深夜十一點多 前往吉安 慈惠三間 一間旅館機查 發現一名二十六歲良性毒販 準備在房間內開毒趴 而他不只帶毒品 還隨身攜帶大量武器 武士刀 藍波刀 漆彈槍 鎮爆槍統統都有 簡直是把旅館房間 當成了軍火庫 這些東西誰的 這些東西誰的 對於招查獲的武器 良性男子公稱 他對生存遊戲很感興趣 才會買刀線 槍支 拿來收藏把玩用的 但一般人根本不能 持有這些東西 警方巡後演義 違反槍炮彈藥刀卸管制條例 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將它移送偵辦 後續也會持續追查 武器以及毒品來源 畢竟有毒有槍又有刀 真的好嚇人 TVB新聞高手料碳 花臉採訪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